当地时间9月18日 伊朗革命卫队航空部队通报 当天伊朗革命卫队的空中部队一架苏-22攻击机 在执行任务时出现技术故障 追毁在伊朗南部霍尔穆斯甘省无人居住的地区 两名伊朗革命卫队飞行员使用弹射 所以系统安全着陆 伊朗革命卫队空军装备的苏-22UM3K攻击机坠毁 这已经不是伊朗空军苏-22攻击机第一次出现的坠机事故 早在8月2日 伊朗空军一架苏-22UM教练机在射拉子国际机场起飞时坠毁 机上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苏-22UM教练机在起飞时遇到了技术问题 不得不迫降 两名伊朗飞行员最终安全弹射 伊朗革命卫队空军这批苏-22攻击机 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 接受叛逃的伊拉克空军获得的 伊拉克空军则是从1973年便已开始使用这批苏-22攻击机 伊朗革命卫队空军这一批次苏-22攻击机也快50年了 巴基斯坦又下单了 显然不单单伊朗空军F-14战斗机 摔一架少一架 看一眼少一眼 就连伊朗革命卫队空军的苏-22攻击机也不断地摔机 同时 9月19日 巴基斯坦电视台和媒体大肆报道了 巴基斯坦空军将采购中国制造的监视战斗机 和伊朗空军迟迟不采购中国监视 JF-17骁龙战斗机不同 巴基斯坦空军从来不犹豫 在美国彻底堵死进口F-16V战斗机后 马上大手笔下单歼10CP战斗机 丝毫没有影响巴基斯坦空军战斗力 反观伊朗空军 不知道合计什么呢 直接没有采购监视战斗机 对于伊朗防空情况 美国媒体军事杂志网站在9月18日 刊登了TV伊朗防空现代化 将过时的象征性部队变成西方攻击的屏障 美国方面称 8年的两一战争期间 伊朗武装部队的地面防空能力微不足道 使其领土容易受到伊拉克战斗机和轰炸机的猛烈轰炸 只有伊朗空军战斗机机队 特别是其F-14熊猫重型空中优势战斗机 才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每支F-14战斗机配备AIM-54不死鸟远程空空导弹 用于在伊朗城市和军事设施周围飞行巡逻 这比使用地面系统的成本要高得多 同时也迫使伊朗空军保持压倒性的防御态势 否则F-14战斗机本来可以自由进攻 在战争于1988年结束 进入21世纪之后 伊朗缺乏防空系统仍将是一个重大问题 2002年 伊朗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的成员 并成为美国军事干预的潜在目标 当时伊朗的防空能力仍然可以忽略不计 缺乏任何先进雷达发现和探测美国飞机 而美国侦察机经常深入伊朗领空而不被发现 美国巡航导弹也将定期穿过伊朗领空 到达伊拉克的目标 甚至在邻国阿富汗和伊拉克运行的 笨重的美国运输机和加油机 也没有受到任何有意义的威胁 伊朗的雷达网络甚至都无法满足民航指挥 更不用说用于军事用途了 美国方面称 伊朗面临来自美国及其地区 盟友强大机队的威胁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拥有F-15战斗机 虽然伊朗部署了一支 有缺乏备件和航空电子设备老化的 小型F-14战斗机机队 但伊朗空军的空战能力 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综合防空导弹网络的购买成本 远低于现代作战机队 伊朗开始寻求现代地对空导弹系统 作为保护器领空的不对称防御措施 这是对冷战后中东力量平衡变化的回应 战争结束时 邻国伊拉克被美国领导的空袭摧毁 后来又对2000年代初期迅速出现在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量美国军事存在 构成了威胁 两一战争后 伊朗在其防空系统现代化方面 做出了有限的努力 伊朗向俄罗斯订购了米格-29战斗机 和中国订购了歼7轻型战斗机 由于俄罗斯初期亲美国 亲西方政策 阻止了向伊朗交付战斗机 防空导弹 然而 伊朗确实设法获得了S-200地对空导弹系统 能够在高达300公里的范围内与目标交战 同时伊朗获得了红器R防空导弹系统 并为该国的地对空导弹网络提供了重大改进 然而 所有这些系统的一个主要弱点 完全缺乏机动性 使得这些防空导弹机 亦受到专用防空压制单位的攻击 伊朗后来与俄罗斯还签署了一份合同 采购五个英的S-300防空导弹 最终在2015年 伊朗终于收到了S-300防空导弹 伊朗还采购中国 俄罗斯反引申雷达 伊朗还投资开发本土防空系统 伊朗于2016年推出了82373远程导弹系统 该系统的交战范围为200公里 伊朗国产防空导弹系统 在2019年击落一架美国RQ-4全球鹰无人机 伊朗还对不死鸟远程空空导弹进行仿制 伊朗在2011年 成功服录了美国RQ-170坎大哈蒙兽隐形无人机 RQ-170是美军当时开发的隐身飞机之一 高度保密 仅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独家运营 数量有限 伊朗不仅能够探测到飞机 而且能够跟踪飞机 控制信号并将其降落在伊朗机场 如今 鉴于外部威胁和伊朗空军的相对弱点 伊朗防空网络建设尤为关键 除了其两个F-14战斗机中队外 伊朗空军缺乏先是战斗机 近期 伊朗正在考虑购买新的战斗机 尤其是中国的歼10C战斗机和俄罗斯的苏-35 以及伊朗本土科萨尔战斗机的生产工作正在加强 伊朗还和我国签订了25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我国也会陆陆续续给伊朗投入4000亿美元 用作基础建设 采购能源等 如此情形下 我国的装备应该更具竞争力才是 特别是伊朗和中国有大量的能源交易 按理说 伊朗空军采购歼10CI板上钉钉的是 要说伊朗怕美国根本不可能 因为这些苏-35战斗机 坚实战斗机 不可避免会对美国和以色列造成威胁 美国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达到无敌大状态才大 有了对抗能力 显然不是美国想要看见的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坚实和苏-35战斗机 伊朗才有底气感对美国人 相比较苏-35战斗机 中国坚10C战斗机在现代化空战优势更大 相比较多任务 夺取制空权对伊朗更重要 结果伊朗空军司令明确表示 购买了苏-35战斗机 伊朗空军暂时 短期内不会买中国的战斗机 伊朗空军目前的军事训练 后勤等以美而为师 轻易不会转向中式 更有可能继续买阿方武器 但是买俄罗斯武器 一个现实问题是 俄罗斯军队被拖在乌克兰 国内军功满足不了伊朗需求 这对于伊朗来说 必须考虑 随着巴基斯坦空军一口气买了60架 大家都知道坚实是好货了吧 伊朗空军那还等什么 等着F-14 F-4 F-5战斗机 苏-24轰炸机和苏-22攻击机都摔光了 歼10战机是中国研发的 第四代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2018年4月歼10的最新改进行 歼10C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歼10C战机具备优秀的中进去制空能力 同时 对地 海目标精确打击的能力也是其强项 歼10C由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公司 负责生产制造 该机配备了太航FWS-10A航空发动机 优秀的发动机以及气动布局设计 为其提供了极佳的航速和强大的机动能力 其次 该机携带的弹药总中可达4吨以上 并且配备有多个外挂点 可携带包括P-9C格斗导弹 P-12中距离导弹在内的多型多用途先进导弹 此外 歼10C还装备了先进的传感器和信息攻防系统 以及先进的航电设备 例如新型演射平线等 其中最为重要的新型国产相控制雷达 该新型雷达具有同时跟踪12个目标 并打击其中6个目标的能力 总而言之 歼10C屏借其优秀的设计 以及优良的性能成功机身 现间世界四代机家族优秀者的行列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优秀的歼10战机 是否还有机会获得伊朗订单 对此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首先 歼10战机与俄罗斯的苏35战机 并非直接竞争 而是采取了错位竞争的方式 首先 中国的歼10战机采用了单发的布局 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 美国的F-16战斗机 便是与歼10同级别的战斗机 而苏35战斗机属于双发重型战斗机 往往一个国家的空军 为了实现战术的多样化 以及考虑空军建设成本等因素 不可能只配备一种型号的主力战机 很多国家空军的建设思路军 采用了高低搭配的原则 即轻型战斗机搭配重型战斗机 亦或者高带机搭配低带机 所以 伊朗在采购俄罗斯苏35战机同时 也有可能同时购买中国的歼10战机 两者组成的高低搭配 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伊朗空军的建设成本 同时可以使得 其空军机战术的运用变得更加灵活 其次 歼10极高的性价比非常符合 伊朗先阶段在空军建设方面的诉求 目前 随着世界各国五代战机的陆续面试 在与五代机的对抗中 四代机往往处于劣势 这也导致了四代机的生存空间 受到了极大的压缩 伊朗很清楚这一点 但是由于经费等原因 伊朗现阶段无法购买五代机 来建设其空军主力 但是可以肯定 伊朗一定会通过资盐 以及外购的方式来弥补 本国空军主力机型的代差 所以 对于现阶段的伊朗空军来说 勾进四代机补充其空军实力 只是一个过渡措施 武器装备是否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既可以帮助本国空军平稳度过过渡期 还可以节省大笔经费的机性 将成为伊朗的重点考察对象 坚实战机优秀的性能 以及合理的售价 就非常符合伊朗的诉求 最后 俄罗斯苏-35战机优秀的设计 以及强大的性能是毋庸置疑的 但通过此次俄乌冲突 俄罗斯战机既在航电系统 以及配套武器系统相对落后的缺点 也显现了出来 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苏-35战机实力的发挥 伊朗方面自然很清楚这一点 毕竟购买战机不是只买机身与发动机 而是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以及后续服务 现如今俄罗斯的国力以及研发能力 已经显露出皮态 战机的后续升级以及相关配套 也许将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这将成为阻碍伊朗购买苏-35战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观中国的坚实战机 拥有更先进航电系统以及机载武器的同时 坚实战机的背后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以及完备且具有创造力的军工生产研发体系 如果伊朗最终选择购买中国的坚实战机 那么战机的后续升级维护 以及武器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 将会得到有效的保证 坚实战机这一优点将是伊朗无法拒绝的 松上所述 苏-35战机之所以能够获得伊朗的青睐 得益于俄罗斯承袭自苏联的强大航空工业研发体系 以及不错的口碑 但随着这些年俄罗斯经济的疲软 加之创新研发能力的持续衰退 使得以航空工业为代表的俄罗斯军工研发体系 始终未取得巨大的进步 其曾经引以为傲的航空工业 也无法避免地开始面对逐渐落后于时代的窘境 反观中国近些年来 在航空装备制造领域取得的成就 我们不难发现 在逐步摆脱对俄制武器装备依赖的同时 以尖10C 歼20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优秀战斗机的列装 也表明中国在航空装备制造领域 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